爱丽777 希望大家可以很认真地去看完它 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呢 我们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继续的回忆跟分享 所以记得要戴上爆米花 然后拿上小板凳 抱着我们家可爱的熊皮 看着小黄瓜一起来欣赏影片哦 谢谢你一如既往 这是我们爱丽77的游戏实况活动 我们的胸背积分到明天早上的10点 如果你走开了的话一定会偷尿尿哦 所以在看影片的同时呢 一边啃小黄瓜也要记得点关注秀礼物哦 还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有徽章的活动 各种类似八章的徽章哦 所以一直要点光评的我们的各种链接 来加入我们游戏当中 要因人间冰雪阳 你看我是因为要问一下 你用人把这个小的时候 哦 说什么 车 取槍去不轻 尹 Mé 犀 美 linear 音首 都是 扶手降落 又没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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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我杀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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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牙阁的锦囊之中到底写了什么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这金陵城中献放着一个东宫太子 一个齐珠亲王 朝廷上下谁也不知道 这将来的皇位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 听闻他们两个到狼州去了 他们去争一个什么麒麟才子 据说得之便得天下 朕的天下 其实他说拿去就能拿得去的 捉定凤日夜兼程 刚将此进党送到微臣家中 狼牙绑手 江祖为狼 他本人不会丝毫无辜 却能令众都高手拼服于他 靠的不是无双的智计 又是什么呢 狼州方向来的江湖众人 一定是他 若是得不到此文 必须立即铲除 这个梅城塑 必须抓在我手上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 还是选豫王 我想选你 京王殿下 席林则主怎能盲目 你若满意 今日之约就此达成 如何 我三十一岁了 还未封亲王 朝中三省六部 没有半点人满 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 落在他们二人手上 若是能凭我一己之力 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 送上宝座 且不是显得我够有手段 京王天性我善权魔 用厌倦权威之争 夺地是何等凶险之事 以他这样的性格 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 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豫王呢 不是还有我吗 这些痛苦和罪孽 京王承受不了 就让我来背负 那些阴暗 沾满鲜血的事 就让我来做 下雪了 最适合杀人了 你到底是谁啊 你到底是谁啊 不知为何 总觉得与先生 并非初见 有种无来由的信任感 与郡主只是紧面之缘 可如何就那么相信苏某的为人 在这乱象丛生的京城里 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为好 京城之中流言纷纷 都说郡主推掉陛下的选亲 是因为先生 我与郡主乃是君子之交 并非有所企图 我已经开始 参与多敌了 我要得到这个至尊之位 为了齐王勋 为了孝书 为了孝书 为了所有的人 不用顾念我 唱你啊 拜议啊 只要你我母子 生死共担 又有何惧 宣 梅长苏禁殿 你就是郡主 向朕举荐的苏折 太子登基后 我云南幕府 便将如何效忠新君 我冒昧请长公主来 是因为一种酒 后宫的那些手腕 一雕当行 一种名叫情思绕的烈酒 身为女子 一旦没了清白 只会是茫然无错 是 受人百捕而易 姓王闯宫 刺杀母妃 谋害郡主 给我当即射杀 此事真正的谋划者 梅长苏 江湖麒麟才子 这份思虑 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想要对付他们 一定要比他们更狠 还有许多纯粮之臣 我请先生 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 稍有不慎 我们的大业 就会万劫不复 蓝园藏尸案 太子丢了一个户部的楼之镜 兵州亲帝案 玉王手上的沁国公 也保不住 沁国公一案 关系到朕的国政 你这是想 一一折断他们的爪牙吗 为了一个沁国公 而失了皇上的圣心 孰轻孰众 殿下可曾想过 殿下死时 已舍弃沁国公 支持靖王 支持靖王 从沁国公案起 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 他给我的箭言虽然不多 但是每次都能执重要害 我绝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也变成一个像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金陵城中风云一起 还望殿下早做决断 靖炎只想当一个办事的王爷吗 你现在有人手吗 你知道地方上下是如何运作的吗 如何收服各方 如何化解阻碍跟牵制 如何平衡官场上下 平衡官场收服各方 不仅这次我不会学 以后我也不会学 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 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 这绝非是朝廷和官场 应有的风气 皇旗子萧景年 淳厚人孝 特加封为靖亲王 赐五珠冠 靖王被封了亲王 那些人都不认识 那就代表太子快被废了 殿下多年来的夙愿 即将达成 难道不应该恭喜吗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 辅佐御王 什么 父皇纵容 你不认识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他都不认识 他只要在家两株 就可以和我并肩了 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梅肠苏铲除掉谢玉 他真的是为了殿下吗 您不要再心存幻想了 只有程昕没有手腕 是万万不行的 一旦太子和御王注意到你 便再也没有温情默默的 营之是陷阱 是虎狼之血 可是仍然要去 利弊得失如此明显 却仍然要去抢 如此愚蠢 却又如此有胆破的人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一旦玉王登基 就难保谢卓两家 不为诛仲金城 你知道吗 朝堂之争哪里要争气之分 胜者 自然没争 我的勋战 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全都死于这样的阴谋 玉王的抚兵哪有什么战力啊 哪比得了本宫亲手调调出来的 巡防营 咸玉 巡防营虽然归你管 但不是你的抚兵 你竟敢私自调营巡防营 倒子可真够大了 无论侯爷如何挣扎 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取 这最终的国 只能你自己吞下 福宝太子本身就是大义 庭中妖女 着实同党 隔渣无论 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 为父可是大义灭亲 你这儿是东宫的太子 你这是东宫的太子 怎么还如此坦逼 如果没有德行 若我没有德行 父皇的德行就好了 你这是东宫的太子 怎么还如此坦逼 包括太子 太子罪责深重 以示储君得心 废去东宫之风 父皇 整整十二年 你终于回来了 你竟然变得如此面目全废 谁能帮你做那件事 那是诸九族的大罪呀 林帅待命的赤眼君 是大梁国最强的战斗 单凭谢玉和下江 从西境调来的十万兵马 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十二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七万赤眼君 九泉军覆没 当年的梅林 滴水成兵 漫天飞雪 我们赤眼君七万男儿 浴雪顺战三天三夜 最后还将大鱼引以为傲的 皇属大军 斩落马下 没想到最终 却死在了自己的友军手下 梅林沦为地狱 被分手成一片教徒 遍地的教室 面目全非 这明明有一颗痣 我记得这里有一颗痣 林叔哥哥 到底是怎样残忍的事 能够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 让你变得面目全非 可不如把我打过 侯爷敢冒灭族风险 谋刺皇帝 到底是想干什么 志愿君一案 竟于刺死 灵蟹大哥一家猛难 难道他不该死吗 我要怕他们是如何陷害齐王与林帅的一切 全部查个水落石处 追查就按弹劾容易 统敌罪名早定 陛下明知补拿的主犯将领中 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 竟在事隔十三年后 拿到了其中的一名命案 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 赤燕君还是匡护大梁北境的雄狮 可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 他们成了逆子 叛臣 罪人 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 然后拿着你查到的证据 去向皇室喊冤 让他为当年的逆案平反 重新处置那些涉案者吗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什么齐王 是属人萧京瑜 还有什么林帅 那是逆犯林夕 光凭一个下江河县域 就可以冤死一个德才兼备的皇长子 就可以连根除掉一座赫赫为名的帅府吗 谋大使者 需懂得歌声 你也是一个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 我孝敬年今后何去何从 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这 殿下 孝敬年你给我站住 你有情有义 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 十三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得还不够旺吗 齐王府的险留的还不够多吗 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下去 你说 到时候运时俱焚 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 你有何颜面去见黎叔 我还以为苏先生以前认识别的什么人 我已经做了十三年的梅长苏了 就让当年的黎叔 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吧 火含之徒为天下齐毒之手 错过削皮疤的毒啊 你要造多少的罪 你一起长得描下你的父亲 虽然我的容貌全变了 可我依然是林家的儿子 只要皇上在位一日 翻案之时便绝不可能万无一失 你是首掌天下第一大方的江左鼻狼 为什么要卷进京城这滩浑水 谁在生死 谁在成败 那是下江的不是你的 你让我拿什么跟萧景言争呢 当年臣妃被逼自尽 你也脱不了根系 而臣并非要谋逆 只是清军策而已 你要做什么 谢火焰 他欲及相信你 不如相信一个死人来的感情 这才符合他下手尊刑事的风格 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 已经被我堵死了 你一力重新伪造的夹性伪装 告诉皇上 他是被主帅林心灭口所杀 是吗 既然我活了下来 就不会白白地活着 只要有贤王的德名 有镇主的军功 有兵将如云的雄狮 就可以谋逆了吗 你由何不满吗 你为了保住玄境寺 保住手中的权力 不惜害死一代贤王 又让齐万志炎君冤死在眉岭 如此恶魔般的陷阱 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你不是来辅佐靖王的 是来为萧婧玉翻案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你对我最大的恩典 竟只是把我当成你的一颗棋子 不如告诉夏将 三月春令 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做 当年你是怎么爬上王位的 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御王谋反 御王率清离军 你向列宫下来 封门是我大梁最后一道防线 现实一人终于破门放我大梁 谁肯与我合力杀你 我都愿意 愿意 我真是太蠢了 没有料到他们真能成功 但是无论如何剑王出手 这就不是结局 而是开端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之间最后一次谈话了 你就真的不能告诉我 是我 你是朕的第五个儿子 你的生命是响品 儿 知道吗 杀了我 杀了我吧 御王谋逆 你拖出去 礼斩不赦 他就是当年与皇太子勾结谋逆 侥幸逃生的赤眼余孽 赤羽营主将林淑 夏少尊 可真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陛下 三番五次兴风作浪 是在抠老臣赤眼 几句属实啊 都是你 陛下 你可作杀不可错放啊 皇上一旦知道 你在查齐王旧安 就会招来无穷祸事 我知道 只要皇上在位一日 就不会自己承认错了 我知道 既然你都知道 还是以调查 要查 七万亡魂未安 污名未雪 要犯此案 皇上必须认错了 由皇上亲自下旨 重审昭雪 意义是决染不同的 皇长兄与吃眼的冤屈污名 马上就能吸血了 李洋姑姑这次 是真的下定决心 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十三年前 谢玉与夏疆串谋 诬告赤燕君主帅林谢谋反 谎称林谢要兵发京城 令七万钟魂冤丧美领 住口 诬告赤燕君谋逆 是由齐王主使 亦以逼宫篡位 是齐王身受不白之冤 满门抄斩五条大罪 还请陛下下致重审赤燕君一案 恳求陛下 重审当年赤燕之案 臣 主义侯义 肯定乎义 请皇上认准 望陛下恩赦 重审赤燕一案 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 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 陛下究竟是为何 连如此理所当然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你不是苏哲 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 杀了他 杀了他 麒麟才子得知可得天下震的天下 其实他说拿去就能拿得去的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号 狼牙榜在我们的阿西游戏登陆了 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开始玩阿西的游戏 但是我非常清楚记得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算很认真的开始玩阿西的网页游戏 一则呢是为了要收集徽章 因为 嗯 徽章控总是要收集很多的徽章嘛 然后尤其小花徽章 又是排行第一最多的主播 我要保持我的记录 我就要非常地努力 非常地努力 非常地努力 那这不是重点 但是狼牙榜是我们 花小花的 团队 家族 家人 接下第一肉 百花服用班的前身的开始 小花玩的长达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 也是花蛮多钱的 就是 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 狼牙榜至今有四十拉克伺服器 我们当时一起玩的人 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还有人在玩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 很认真的在玩游戏跟支持我们 当然 从那时候开始 小花的家族就树立了 众多的敌人 没有问吧 就是 这个 有的时候 战力高一点 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算钱是自己花的 所以你闻过狼牙榜吗 我是速者 是那个复活的 乱臣贼子 杀了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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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9月9号 六届修仙登陆阿西游戏 这个游戏其实我玩的没有非常久 呃 因为好像个人不太偏好这样的 类型 所以就是短暂的继续玩了一下 玩到相应的等级 拿了徽章 拿了礼物 就滔滔溜走了 2015年 10月14号 天龙巴布的WAPO版本也登入我们的阿西游戏 这个游戏跟我们就是九州天空城有一些类似哦 如果你有玩过这个我们的天龙巴布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它们有好多雷同的地方 那当然啦 因为游戏的设计 因为跟故事情节都是有关系的 都会衔接我们很多关于游戏当中的 呃 故事当中的一些情节了 所以呢 天龙巴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城池 呃 不过这是个地图啦 大家要去打怪 然后抢东西 这人 玩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总之我理解了好久 才明白怎么好玩 等明白怎么玩的时候呢 我们又迎接新的游戏了 呃 天龙巴布算是小花 其实 不太 也是不太喜欢玩的类型 我不是喜欢那种一定要可爱漂亮的啊 那当然可爱漂亮固然最好 如果没有就算 哈哈 天龙巴布有点像我们早几年的那个 天界之星曲 有种田啊 然后有汪汪打东西啊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 呃 帮派啊 家族啊 还有不同的副本啊 还有多么的我们的这个 狭客啊 我们新的游戏这个 左中天空城也是有的 只是叫法不太一样 但充满了各种地图 打塔 2015年10月15号 我们来到了这个 淋浴啊 就是其实她开服的时间呢 就是在天龙巴布之后 淋浴的游戏让我印象其实也算是蛮深刻的 因为 我们有主持过一个实况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主持的这个实况 我还有点贼 怎么贼呢 就是 当抽奖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 就请问说 欸 我们的淋浴当中有多少个部分 可以增加战力 然后大家数了好久 嗯 有很多的 玩家他们就是用猜的 大家都没有很认真去数过 因为像淋浴这种 翅膀 做棋 宠物 嗯 武士 做事 嗯 有没有脚印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因为时间有点久远 嗯 那但是呢 就是 它里面 还要包括 欸 这个对啊 我现在数出来真的很难欸 所以基本上说淋浴是一个很闪很闪的游戏 我当时刚开谱的时候我就说 这么闪是要怎么样啦 眼睛快省瞎了 这画面就是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很华丽丽的 淋浴就是那其中的一款 超级华丽丽的游戏 华丽到快没有朋友 如果你有升线到一定相应的程度的话 像它做棋就 有点像我早期玩的梦幻飞线进阶版 有很大很大的鸟 然后那个鸟呢 比那个海闪 像一个不叫鸟 叫凤凰 哎呀 没有鸟这个东西啦 你看画面上的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画面上的这个角角色呢 它是拿着枪在轰轰轰 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我们喜欢的职业 真的还不太容易 也像我万年喜欢玩法师 可是想要法师完完全全的 在每一个游戏当中都有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所以我们都是退而求其次啦 像如果遇到 完全没有自己要练的职业 我们玩过很多游戏 它就可能没有法师 没有可能弓箭手之类的 那我就选择 我想玩的就好了 我在脑海里不停地旋转 过于淋浴的印象 可是我的印象 就真的就是很闪 我记得我还当时还骂国官方说 这游戏会不会太闪了 能不能跟那个厂商说一下 就是闪到 就觉得眼睛快瞎掉了感觉 就是什么地方都是闪的 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明显 到后期有什么 做旗啊 翅膀啊 包括它辅助了什么东西 辅助了像武器 你看武士啊 就非常的闪 觉得整个画面上 没有看到故事的情节 也很难看到人物 因为太闪了 对我们的电脑要求 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毕竟是网页的游戏 也太吃记忆题了 也很 还有很刺激我们的那个 一眼的神经 所以淋浴这个游戏呢 当时玩下来的话 我好像就是玩七天开服 七天开服玩完之后 我就再见 拜拜了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 那个学生朋友 经营条件不太允许的 可能没有办法给我们 这些支持的主播 跟始皇主持人 送上这个有秀典的礼物 或是枪弹的礼物 或是免费的礼物 可能没有办法 用厨子的方法获得 那非常谢谢大家 通过玩阿西游戏 支持阿西游戏的方法 来获得这个礼物 来支持你喜欢的主播 来养肥他们 因为现在你们拿到的礼物 就是可以养肥他们的肥料 正常的好像大家都植物 没有植物只有我 你看到后面这个 这一只凤凰 我本来以为 这游戏也太拉风了吧 一开始就送这么高阶的座棋 所以想说 如果每次都这么高阶的话 那可以考虑玩玩耶 因为这么高阶的话 是一个蛮不错的游戏耶 就是觉得场上很有良心 不用花很多的钱 就可以进行到这个程度了 就想说那后面会不会更漂亮 如果像女生的部分 喜欢玩游戏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就是很闪很闪的 哇 闪到没朋友的感觉 可是玩到后面觉得没有 那只是做任务的时候 给你齐了一下 给你好看 也真的是一个噱头 来吸引你的部分 你现在所在的是 我们爱丁的777 今天是我们的 年度游戏回复的活动 上半几分到明天早上的10点 现在的会将活动呢 有包括我们冰火之歌 将在明天结束我们的圣诞节 游戏年度结束的时间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 还有这个幻城 我们的黑色阴茅 还有我们的九州天空城 既然都是徽章可以获得的唷 包括记得星期 还有我们的圣诞节 特别的活动 圣诞袜 圣诞树 圣诞树 圣诞铃铛 跟我们的圣诞票 年度圣诞票 大家记得 还有敲弹机会哦 只要每一种送一个 就会有徽章了 也可以加入小话的真爱粉丝团 送一颗就好了 我现在真的很认真在看这个画面 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有没有故事 我相信每个人在玩游戏 甚至是玩RC 玩我们的RC唱唱呢 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就像我从蓝牙榜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有点想要喷泪的感觉 就是 就超级想喷泪的感觉 就是满满的回忆 就是真的是 RC游戏有满满的回忆大平台 就是直接涌到脑海里当中 所以你们看在一开始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讲太多 因为蓝牙榜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 然后也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手游的比赛 叫笑傲那个笑傲江湖嘛 就一边玩蓝牙榜 然后这边受委屈 一边在比赛 对那蓝牙榜应该是我 还不算我攻读声称号的开始 攻读声称号 但是我们也真的树立了很多敌人 树立了很多敌人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部分 你会听到很多 我们慢慢来看看我能记得多少 我们来细数一下 关于这个 每个游戏当中我们认识的谁 然后树立了什么敌人 哈哈哈哈 这样好像 现在好像就 忏悔了几人 忏悔了活动 不是 蓝牙榜喔 其实蓝牙榜是我们家很多人都一起玩的 在蓝牙榜当中 其实有认识到两三个还不错的朋友 但是现在已经不在了 蓝牙榜当中 我记得 发生的一些事情 除了一些大家都还蛮耳熟能详的人以外 因为现在都还在玩了一晚 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就是游戏当中有小纠纷 对于抢Boss啊 PK啊 其实自己吸引我不甘之类的 是还蛮严重的 你遇到那个Boss是你打的 可是东西是被人家抢尾刀的 你整个就心里很干 你都想要骂五千字三字金这样子 然后对方还要说 你战力那么高 你就欺负人 你就不乱给我打这样子 这很烦啦 你就会觉得 怎样是 我战力比较高 凭什么我要让给你 就是道意上 可能我战力高一些 我可能是类的 我可能就是要 稍微谦然你一下 可是 我战力高是我家的是 你被欺负是你家的事啊 我们不会刻意去欺负你嘛 那大家对于玩游戏 要有一个很深的概念就是 游戏设计 就按照游戏规则走 不要人生攻击好吗 我已经被攻击很多年 所以我也不想被攻击 我也不要被母鸡啦 好 这是我们的领域 好 这是我们的领域 下一个游戏开服的时间 那是我们的 2015年 11月20号 合金战争 我印象非常深啊 合金战争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女土豪 女土豪 真的啊 没有遇过 说不定 这好像八卦 不能讲 好 来 在花千古开服前 大家也看过了这个电视剧 我们的小谷跟我们的尊上的 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个结局总算是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们看过太多的电视剧了 起承转合前面铺天的相当之好 可是到结尾的时候就烂尾 所以很多电视剧在大家 这个心目当中没有特别的很深的印象 但是花千古这部电视剧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深厚的印象 也奠定了这个游戏 是非常吸引人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女主播 玩这个游戏长达一年之久 我们不可以说人家花钱花了多少 真的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里面也有结婚系统 跟我们一般人为了玩游戏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每一个喜欢玩的游戏 自从大和人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认识的朋友也是不一样 因为其实RC的游戏很少有独家带领的部分 只有RC的人玩嘛 因为可能会跟很多的 其他的同时的不同的平台 同时进入游戏 所以我们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然后我们可能 会去别的平台 可是不要去好不好 我们应该把别的平台绕回来 因为RC是我们家 有我们才有大家 有大家才有我们啊 你看现在到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影片到现在是大概将近40分钟 就是小花其实满肚子想要讲的东西 满脑子想要表达的东西 可是其实看画面会有阵阵回忆露出 就是真的回忆一阵阵地想过 我们跟谁一起玩过这个游戏 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 有遇过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发现过我没有玩很久 对因为个人 那个时候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 然后我也是在外地 所以要玩这个游戏也真的不太容易 是带了笔电然后在外地然后在玩的 所以其实Viu没有玩得非常久 但是还是既然依然坚持去玩 因为那时候还在火星没有回来台湾 玩游戏真的很麻烦 没有看VPN的话基本上游戏都打不开 可能打开的话多半是黑的人物 就是你们还看到这么精彩很闪 为什么说灵域是个很闪的游戏呢 因为在火星 你要让它很闪 你需要承载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网路的部分 我有太多的局限 所以在看这些很闪的游戏的时候 我也会有感叹是 我花小花真的是觉得 诚意十足啊 然后做这个实况组 做主播我也真的很认真 在这样的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逆境 因为游戏对很多东西要求太高了 可是我也走到了这一天 也真的很谢谢陪我玩游戏的各位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百花过游戏帮 游戏帮还是天下第一肉 不是天下第一肉是 有肉奶大啦 有肉奶大 我相信有跟我一起玩过游戏的各位 看到这里 其实今天晚上的活动不单单只是一个 大家对于我们玩过游戏的回顾 我觉得不管大家要不要抽 我们最后面准备的 感谢大家来参加活动的奖励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部分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回忆一下 在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人 经历过的事 不管是在RC游戏上 还是在我们的游戏上 我们的秀场 还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人 陪着我们度过 每一个不同的一天 是开心的 是难过的 就是充满了喜怒哀乐 还有回忆 包括你在游戏上 可能娶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啊 也可能后来 她真的变成你的女朋友啊 之类的 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有的 不过不知道 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分享给我们 因为这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还要在活动现场 电脑前面的你 不要偷偷擦眼泪哦 我还这么认真认在说呢 我也希望我不要哭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若流放坚固 爱的人却贪污 错过了幸福 谁又为我在乎 若依旧坚固 因为爱的执迷有负 也不会破你的心 走到旁边 爱的人却贪污 错过了幸福 谁又为我在乎 若依旧坚固 因为爱的人却贪污 若依旧坚固 因为爱的人却贪污 若依旧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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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問題了 這段藏港上進了人邪長城的羅馬 還挺有滋味的 不過住宣者 我沒有再回答 如果我是住宣者的話 我就不能在遊戲裡學習罵人了 沒有啊 其實我沒有跟罵人啦 我是一個天天活潑可愛善良的小女生 看到人會害羞不太會講話 怎麼可能罵人呢對吧 好 我們下面的這個遊戲呢 叫大戰神 是我們RC推出的這個首款3D遊戲 然後呢也有來我們這個的 遊戲的客戶端喔 是我們的2015年12月28日 在我們的RC開服 我有做過這個活動啦 我很喜歡裡面那個蘿莉 很大的那個旋轉子 所以那時候有Course to Play的時候 去買道具看到好像一個旋轉一樣的那個 我不知道那種形容啦 我還特別買了一個 下面我們要看到這個遊戲呢 是2015年 欸 2016年 1月23號 我們的風暴大陸上線了 還有魔導等三種職業 他們各有獨特的技能和戰鬥方式 搭配守護精靈之後 還能夠提升人物屬性 並且施展各種華麗強大的絕招喔 除此之外 玩家也可以收集寵物幫助戰鬥 並且透過進階學習技能 以及收集裝備等方式 讓他們成長茁壯 而眾多造型酷炫的座騎 也是遊戲的一大特色 除了騎乘時可以加快速度之外 也擁有專屬的技能 並且能夠提升人物的屬性 另外玩家還能夠前往時空峽谷 挑戰強大的BOSS 並且將它收為自己的座騎喔 而在豐富的劇情任務之外 還有眾多的副本關卡 世界BOSS 以及英雄遠征等遊戲內容 都等著玩家自己去體驗喔 2016年1月24號 花小花的生日 阿西開服了我們的MU Web 版本 這十十年前想要玩過 我們的MU的Online版本 印象非常深 是我第一個玩的Online遊戲 大型的遊戲 時間玩得特別的長久 雖然說它是照圓柱來設計這個遊戲的 可是我覺得還是 有相差蠻多的 因為 可能太久年份了吧 因為我當時還想著那個 裡面不是我是用弓箭手 然後會喜歡那個奴嗎 記得裡面以前我還有瑪雅寶溪 然後有瑪雅的什麼巨奴之類的 還有包括Online裡面的 Online裡面是有很多轉生嘛 然後這個遊戲呢 我記得現在還有很多玩家在玩 因為它真的有 也是 充滿了 也不能叫全幻色彩啦 因為它有一項戰爭色彩的類型的遊戲 但當時也不知道MO是什麼樣的遊戲 也是被拐騙去玩的 所以 一玩就玩了 一年多 我是在拐騙去玩 是因為那時候我要花點卡啦 按扣點的小時時間在玩嘛 然後只要 一張點卡會勝過祝福寶石 然後就有人拐我去玩 然後總是充值那個點卡 然後把寶石給它 唉 女生真好騙 來 有 那種 二零六年三月四號 佛戰登錄我們的RC遊戲 我昨天在跟我家裡的小朋友們在聊佛戰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印象不是非常地深耶 就是已經不太記得了 然後男友哥又說 你現在知道我們敵人多久了吧 實在玩太多的遊戲了 多到都很難 讓自己記憶非常的深刻 愛著堆積 連織比翼 說好的部分距離千里徒行 卻沒現往的一場戲 斷了思編 斷了思緒 像一場雨 從走了多少憂鬱幾段幾句 又在他鄉和你相遇 我們像瘋子 我們像瘋子 只要可是 你從註定 還能繼續 未完的虛 尊重 將帶來和平 前程 將帶來幸福 2016年3月15號 諸神王荒也登陸我們的 RC遊戲 我們想要的一切 可你們帶來的是什麼 我要終結你們的統治 登上你的寶座 要人帶去 2012年3月31號 王者之光 登入我們的 阿希遊戲開服哦 好像是一個階段出的遊戲 都是比較有戰爭系列 然後很有 鬥志昂揚的感覺 像珠神黃昏啊 那火戰呢 到下面的這個 由林志玲姐姐代言的 女神聯盟2 2016年4月15號 登入我們的這個 暗黑式立幅所 阿希 我印象中 這個遊戲好像只有兩個職業 魔幻世紀對決 自由操控 實感戰鬥 三國地地 世界爭霸 萬人在線 跨幅斗塔 全球最強3D夜遊巔峰巨擇 女神聯盟2 唯有女神 超越女神 宿命之戰 終將到來 在同一天 我們的2016年4月15日 我是大主宰 這個跟我們當時的那個大戰神 還真的有一點接近 也是3D的遊戲 畫面非常的流暢 因為可愛 然後故事劇情呢 也是非常的豐富 也是跟PK其實脫不了太大的關係 但是大家好像都比較和平 沒有在PK這件事情 我是大主宰當中 我認識了 到現在還在公平起玩遊戲 一個人叫彼此的缺口 還有冒冒錢 這是我們有肉奶大 即將轉型的前身呢 我記得我是大主宰最近有改版 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在玩我們的 我是大主宰呢 小花其實因為推廣遊戲的關係 還有這種類型的遊戲 可能之前連續玩了太多次了 所以沒有特別特別玩了特別的久 就是興趣很容易就下降了 這個選擇遊戲其實對每個人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終有一天 我會成為蓋世強者 在你面前 為你擋下所有風風雨雨 你要等我 大家好 大麻辣控馬科 여러분들 안녕하세요 저는 韓國人遊戲 대표 권易영입니다 大家 大家 都記憶了 都記憶了 大家 都記憶了 上官哥哥還有越是更多更多一起後來到現在還在玩遊戲的你喔 所以有沒有你呢 遊戲中的防禦的感覺 可以擁有的感覺 2016年6月2號 守護雅典娜女神降臨 這是一款我們玩得特別久的遊戲喔 我們小花玩了兩個伺服器一個是X1 這就是我們百花鼓悠遊班的正式啟程的地方 然後我會有百花鼓的韓黃瓜班 百花鼓的養老院 百花鼓的太多了 他真的一下子由我轉出來 你還記得百花鼓的什麼嗎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遊戲啦 但是因為後期也真的是太多的遊戲 還有很多事情要忙 玩到後來就是為了 其實這個遊戲當時有想過要七轉八轉之類的耶 不過最後只到了五轉左右吧 然後認識了貝爾哥哥啊 思思啊 還有我們的這個Kia Yu啊 然後那個時候 好2016年6月13號 《聖劍神域》被我們在評文人妖神域的 《超級宇宙無敵卡的遊戲》上線了 但是因為它很卡 所以摸滅了它一首很好聽的伴奏 不是很好聽的背景音樂教 林佳一創了《觸控愛情》 今天有奧貝爾這個遊戲呢 給我印象最最最最深刻的部分 就是它的結婚系統 這個結婚系統是要時間的 你只要要預約時間 不是說你上場節 那就可以節的 要瞧訂一個時間 在9點之前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吃喜イヤ 就大家都可以去排那個喜イヤ 然後去搶 然後有豪華的普通的這樣子 還要泡溫泉的時候 因為玩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遊戲 就是泡溫泉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 我跟你在同一個遊戲當中 但是奇怪 就沒辦法在一個線上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泡溫泉 還有互動的部分 互動部分有小船 然後還有這個游泳 游泳 尤其他那個戒日 在泡溫泉的時候 還有那個游泳比賽 就是要你投注 看哪一個會拿第一名 哪一個會怎麼樣之類的 我每次都沒有投注 唉 2016年7月6號 鼠山陣記 有我們配套的電視劇 由教理穎 吳其榮主演的 我們的鼠山陣記 上線了 這個遊戲其實我們 一開始玩不到 五天小花就有撤退了 因為 我被遊戲當中的廠商氣到不行 我們在世界聊到一些 阿西的東西 然後就有其他平台的 玩家投訴小花說 那個 我在拐他們回阿西之裡了 唉 所以我們家 乃花微博班 很奉悍的 直接退出了這個遊戲 好 2016年7月22號 這是小花 三起三落 三登機 三 三榮位草扣的日子 我說過如果要做遊戲的 寫遊戲的這些回覆的話 一定會寫小花在 熊霸九州 三起三落的日子 這個小花玩完 強達我們的 兩個 兩個多月會三個月 也是我們所有 新的阿西貴賓 阿西遊戲貴賓 場生的時候 我一直在這裡面成貴賓的 2012年7月29號 號稱史上超級 宇宙無敵難練的遊戲出世啦 哈哈哈哈 史上超級 宇宙無敵難練的遊戲出世 現在 這樣會被嗑 不是 這樣會被罵吧 是一個很特別的遊戲啦 就是 到哪裡 呃 這個遊戲給我的印象就是 欸 今天是回顧對不對 所以回顧可以吐槽 這個遊戲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什麼都要花錢 好像在研發這個遊戲 真的非常非常 窮的感覺 他就是要花錢 沒有錢就活不下去的感覺 就是要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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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花錢 你做任何一個任務就是要花錢 花錢 就是要花錢 等級十分的難練 但是還是有拿到回家哦 哈哈哈哈哈哈 傳奇 好 2016年8月18號 我們的 網頁版的 4SO上限 生死狙擊 上面是有 百花圍有班 居然對啦 前期是我玩的 因為小花不太喜歡玩這種遊戲 是因為 我有3D操作的遊戲的障礙啦 然後 有點昏陶 但是還是會喜歡去玩 然後裡面有一棍 那個僵尸的部分不是要 有一隻小雞嗎 我沒事就會找那隻小雞 包括我玩4SO也是也會啦 還好那個 我們的 生死狙擊有出現 有舉辦過一個活動 由我們的實況主婦兒 來給大家作為這個我們的主持 我們實況的這個 有生死狙擊的比賽 不知道 你有沒有來參加呢 跟觀看 我們未來 肯定也會有這樣的遊戲 非常的多的比賽哦 希望像這樣類型的比賽呢 有智者 有智者是競爭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關注 給你參加一下 我們這個遊戲 因為其實市面上 遊戲真的特別的多 可能沒有辦法 從此刻都上升 就是在我們的RC上限 但是我們都有配到相對的 相應的徽章啊 然後禮物啊 跟我們大家收集 RC這遊戲 陪我們度過快樂的每一天 RC的徽章 讓我們成就了 欸不對 RC的徽章呢 給了我們更多更多的成就啊 你和我走過的每一天 你和我度過的每一天 不管是 喜怒哀樂 我的生活有你 你的生活有我 我們快樂過每一天 有我們 2006年8月29號 神魔豬天 得了我們的RC遊戲 神魔豬天作為第一款 在遊戲當中有這個遊戲貴賓 不是RC貴賓喔 是遊戲當中的貴賓喔 遭遇了史上的一大股災 我們的炮龍貓 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因為這個有神魔豬天 是我玩過遊戲當中 唯一有股票的遊戲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在看股票 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 被深淵套牢 我們的套牢貓 就是其中一隻 被套得死死的那一位喔 所以大家在投資時候 還是有什麼 投資虛謹慎 股市有風險 歡迎加入百花補師院 成為炮龍貓的一員喔 像我們的炮龍貓還有粉絲喔 2016年9月8日 齊天戰記橫空出世的R系遊戲 成為R系史上遊戲當中 很少在這麼長的一段時代 有出現著三國的一樣的 這樣的形式的遊戲喔 分三個國家 一個國家至少有300號人口 我那時候在FB看到 還有在宣傳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也是算一個 蠻耐玩的類型啦 只是 可能我習慣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地方 然後單純這樣分三個事例 然後大家紮堆在一起的那種 好像不太習慣了 所以其實也沒有玩得非常之久 2016年9月14號 玄幻的仙域上線了 這款遊戲有非常多人喜歡玩 升級也是很快的 也是很唯美的喔 在我們這個 前面的遊戲一趟這樣一路下來 除了守護雅典娜之外呢 最漂亮的 除了還有我是大主宰跟大戰神 現在比較唯美的仙霞的一個這樣的系統呢 就是我們的仙域了 遊戲非常的流暢喔 206年9月19號 武神趙子龍等5RC遊戲 經歷了SEGG的狀況 什麼叫GG呢 就是大家 叫什麼 武神趙子龍的外號叫 救世卡 就是只要上限在94% 遊戲就進不去了 所以一天維修七八次 還好後來的維修比較好一些的 因為可能我覺得其他人家太 太怎麼講 太熱烈了 所以他這種情況 那五神趙子龍呢 在我們的12月31號截止之前 到我們的97有666 甚至外有 到100集有我們的徽章喔 會儲值兩千的RCP 不要忘記了 來 在2016年9月21號 魔龍之界也加入了RCP 成為我們RCP年度聖典的第二款 新進網遊 這個遊戲我有回過 我先玩S14 後來又回去玩了S20幾 S30幾 我忘了 在後來和服後 我覺得通常和服後不是很和平 然後氛圍不是很好 我們就不太玩得下去 就不然這是一個也蠻不錯的遊戲 如果大家能和平相處的話 不過通常遊戲都很難吧 2016年11月3號 我們的第一款手遊 冰火之歌上現了 還沒有創立冰火之歌帳號的會不會 趕緊喔 明天就結束喔 創建這好久 會趕快下我們的手遊 冰火之歌R系的版本喔 2016年11月10號 11月15號 我們的換成也上線了 是今年11年 這個電視劇的遊戲年 就只要有電視劇 就必定有配合配套的 我們的 包括小說 遊戲 手遊 甚至是Online 所以你有跟上我們的步伐嗎 2015年12月15號 我們的黑色陰謀 登陸在我們的阿西 我們的網頁版喔 相信很多人都有玩過這個遊戲 是非常非常老 之前就有這個遊戲了 之前我們也舉辦過實況的活動喔 黑色陰謀 這個應該比較適合男生玩吧 女生比較不太去哈這種類型耶 雖然我也玩了將近五六天了 可是玩一玩之後 我就溜走了 2016年12月22號 九州天空之城的阿西遊戲 我在A11等你喔 現在要點擊公平的連接喔 來加入遊戲當中 我寧願被萬人拖嗎 我們的雙倍積分 到明天早上的十點鐘 今天是我們阿西遊戲 年度回顧的活動 我不想跟別人過分親近 因為有了感情 就會影響判斷 懂我的人自然不會懂我 如果不能同生 寧願共死 情之所起 一往而生 自八歲那年我與她相識 我便決定守護她一生一世 你想做真正的玉皇 而我只想 做一夜的皇后 你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你真是瘋了你 到底是什麼樣的恨 會讓你變成這樣 我只要以弗林死 現在雙城亂戰的一鍋仇 正是你的最佳世界 只要星流花神在手 天空城的頭飛 指日可待 如果失去了這飛衣 與星流花神有關的線索 你如何做一個真正的玉皇 就算只能愛她片刻 我也絲毫不後悔 此時此刻誰敢寧意 屎同謀逆 你為了她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你值得嗎 這一生 終究還是錯過了 下一世 我把福利還給你 只要你在我的身邊 就算擁不住雙翼又如何 蘭州大帝 我們一樣可以 用我們的雙腳去踏遍 花有重開日 人無在上 直到有一天你會知道 我變成什麼樣子 都是為了你 難以讀得非常尽重 怎麼能輕易認輸呢 我知道你去 肯定是不會回來的 我不想離開你 斷了的尽重歸是斷 離開的人也不會再毀了 人生 可只是重建 該多好 沒想到人世間最大的困惡 竟是一個情字 我來自然 他應該不會再做 你 做得好 我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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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會 我來自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到大 我都是男女最受宠的女人 我一直以为 我会幸福一辈子 芳华缠纳 舞动在不夜天 烟花桃花 耳边半句情话 肩膀翅膀 若所有美好都遇到 你也不想逃 和你并且老 有几年 有光风几月 半个年 春我向你四肠 不善恨 多妄言 管他什么离恨甜 让我许愿 就算阴魂临想 多妄言 云中苦苦 中生年 雪地胭脂 看不见 十方花落宝 何处亦亦云出 深夜泪 烂烂 沙军 远沙 远沙 全美 书都同归 放满心肌年 年 花子 就醉就无意义 是为多清美 河光同尘 在你眼中起身 冰激雪骨 牵挂你难举步 爱恨一年 康复光略观你容颜 有千举俗中长 却说是寻常 难以堵的飞双军中 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可是一朝刹子 满盘尽数 再也回不去 我从小的愿望 就是嫁给封天忆 她是遗皇 我便是命定的皇后 她要是庶民 我也跟了她 浪尽天涯 却我望你 渡空海藤余生 却我尝你 心飞飞如花坠 却我怜悯 爱叹多汹涌成心我 却我包含独行 雪中阴附笔 不思心非 为花里掀起美 鲜隔沉醉 灰落袖断秋水 树土同归 宝满心 几年年花醉 琉璃花无泥 彩云散朝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鲜鲜 适中 為花费 冰山 鲜鲜 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